欢迎收看九十九爱娱乐 更是持续飙升 另一档卫视综艺向往的生活第七季首播变观宣停办 话题度瞬间爆炸的同时 也不由地让超多观众对节目停办感到不舍和遗憾 仅剩下何炯和黄磊常驻的节目处处都充满着伤感气息 继承贺在向往期因不忍离别而大哭后 节目迎来了第二批飞行嘉宾 刘宪华时隔多年再次回归 不仅让何炯和黄磊喜出望外 也将很多观众拉回到了八年前 刘宪华作为第一季 第二季常驻嘉宾之一 这次回归依旧是综艺感满满 凭一几支力盘活了向往期 这次刘宪华回归可谓是悲喜交加 与小A时的追逐站 安全第一以及用鼻孔鼻心等名场面重现 让观众喜上眉梢 但三人的重逢明显带着淡淡的忧伤 何炯和黄磊多次挽留他多留惠瑞 但形成限制注定刘宪华只能飞行一期 也就是说这或许就是他最后一次 在这档节目中与大家见面了 显然 刘宪华这次回归掀起大规模回一杀 以至于有超多网友喊话 要不就停在这里吧 就在这么结束吧 而节目组也十分懂得煽情 在这期正片结束后 罕见没有放出下期预告 有人质疑没有下期了 也有网友解释节目组之所以 没有放出下期预告 是想让这期节目从头到尾只有刘宪华 何炯和黄磊三人 定格了节目最开始的样子 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有人觉得节目组这次没有放预告是用心良苦 但也有观众表示不能理解 尤其是等着看下期嘉宾的观众 更是对其感到失望 而距离第三期正片上线已经过去了三天 向往期终于放出了下期预告 本季第三批飞行嘉宾阵容也随即曝光了 通过最新预告片可以看到 向往期第三批飞行嘉宾总共有四人 分别是陈乔恩、张星成、吴越以及万希 其中陈乔恩时隔多年再度回归 而其他三人均是全新加盟节目 观看预告就让人期待 陈乔恩作为何炯、谢娜的共同好友 本人性格大大咧咧 上向往表现自然 备受观众喜爱 他上次参加节目录制已经是四年前了 当时他与宋熙、王立坤以及荣祖儿四人做客蘑菇屋 堪称炎狗的天堂 但由于某凡的原因 他参与的正片均被下架了 仅剩下个出场 令人遗憾 这次陈乔恩赶在最后一季再次录制节目 也算弥补遗憾吧 除了老朋友 下期还有三位新朋友万希、吴越和张星成 粗略看来 他们三人似乎没有关联 但实际上他们包括黄磊都是电视剧县委大院的演员 黄磊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朋友 想必会十分高兴吧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陈乔恩与其他三位私下并没有太多交集 但是他们相处却很自然 在节目中万希当众斗舞 直接看啥张星成 弄得张星成一脸猛地表示这是什么奇怪的画风 欢乐之余 陈乔恩和吴越也不禁叹气了自己的老花眼 感叹岁月无情 看到何久 黄磊与吴越 陈乔恩 万希等朋友一边吃着饭 一边聊天感叹人生 老友叙旧何其欢乐 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向往的生活吧 向往的生活播出至第七集 也是收官集 很多观众都万分不舍 如果你是这个节目的忠实观众 会发现本季来蘑菇屋的客人 和何炯 黄磊都颇有渊源 他们都曾经在这个节目中 留下过难忘的回忆 向往的生活期第二期 有一幕很感人 何炯 黄磊 宋丹丹 沙逸 陈鹤几个老友 他们骑着电动车 一路欢声笑语的骑行 前往茶山采茶 那个轻松 惬意的氛围 隔着屏幕的观众都心向往之 像这样温馨又惬意的名场面 在向往的生活的奇迹中还有很多 蘑菇屋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来到这里的人 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向往的生活是陪伴着张子锋长大的 他有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都发生在这个节目中 张子锋第一次学骑电动车 哥哥彭玉畅一直在旁边保护 从刚开始的战战兢兢 到最后开心的骑车 长阳在乡间小路 迎着风骑着车的张子锋 他的成就感隔着屏幕观众也能感知 随着骑车技术的不断提升 张子锋的坐骑也开始从迷你版 换成了马力大的车型 张子锋的每次挑战 各个彭玉畅都陪在他身边 有人分享的快乐会加倍 甜食乖巧的妹妹张子锋 骑车的时候会让人看到他活泼 开朗又勇敢的一面 参加向往的生活 明星嘉宾们也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小绵羊张一新在节目中 也做过很多他以前不曾想过的事情 包括他和彭玉畅 开着电动三轮车 去给老乡送货 兄弟二人一路跌跌撞撞 还有往昔从容淡定的杨子 看到张一新 彭玉畅开着小三轮的画面 观众就觉得莫名的喜感 杨子来到蘑菇屋 骑着电动车在乡间小路狂奔 爽朗的笑声回荡在乡野 和观众看到的影视剧中的印象反差很大 而彭玉畅默默地陪伴在杨子身边帮他看路 却又有偶像剧的既视感 杨子在蘑菇屋让观众看到了 他日常生活中接地气的一面 尤其是何老师骑着电动车 载着杨子兜风那一幕 也让人觉得很温馨 贴心 情商高的何老师 骑上电动车也很酷 很开朗 让观众眼前一亮 看来炫酷的电动车 真的为男人加分 很多细心的观众也发现了 从《向往的生活》第五季开始 绿园电动车就与节目进行了深度合作 有着陪伴的共同理念 绿园与节目碰撞出了不少的火花 绿园的很多亮点营销都和《向往的生活》分不开 《向往的生活》第六季节目 绿园的五月份新品在节目中惊喜亮相 嘉宾们集中火力对产品进行安利 并打出了很高的声量 张艺兴 彭玉畅组成呆瓜兄弟 他们以很特别的方式对绿园进行安利 阿呆真诚安利 阿瓜在一旁打着快板伴奏 节目播出后 张艺兴彭玉唱《我和我的冤种兄弟》 灯微博总榜TOP18位的好成绩 也成功地将绿园品牌推向了更多人 进一步打开了知名度 在《向往的生活》中 绿园的艾安安O7、艾安安O9S70是亮相频率最高的车型 这三个车型各有特点 艾安安O7和艾安安O9造型小巧可爱 颜色明亮 还不用考驾照 也比较好上手 很适合女生骑行 妹妹张子峰第一次骑电动车 就是选择了迷你行 而S70酷炫机甲峰在男生骑起来 非常的辣风 本季节目中 黄磊载着河炯 陈鹤载着沙蚁 就是骑的这款电动车 颜值高 省电环保 质保其长 每款车型都好看又好骑 最重要的是 绿园安全性能很高 这几年绿园陪伴着向往的生活成长 并且不断地提升 一辆辆绿园电动车 也获得了张艺兴 杨子等节目嘉宾的点赞 陪伴是最诚情的告白 相比我爱你 一句我在呢会更能抚慰人心 绿园从第五集开始 就陪伴着向往的生活 他见证了何炯 黄磊的身后友谊 也默默地关注着来蘑菇屋每个嘉宾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向往的生活第七季收官 但何炯 黄磊和绿园 他们会换一种方式 继续陪伴喜欢他们的人 期待着在另一个更精彩的时空 不见不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99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